好啊,走到路上,简单是乌龟 这是要发财的节奏 今天的彩蛋,今天的Vlog彩蛋 记录泰国生活的一天 然后昨天是睡了沙发 现在7点20,然后7点半钟我们就会 开着这个车去长岭 大概从家里到这边急事 大概10分钟,10分钟的车程 这个急事非常的小 然后这个生日每天好像都会在这里 泰国人可以看出泰国人的前程 他们这个油链很好玩,很小,而且很实 它不像我们国内的油,它特别的刨 这个包子还不错 但是我每天吃包子,我现在不想吃了 他们都喜欢用带子装 我听说用带子装 还有这个是炸香蕉 这个我还一直没有吃过 我想改,我改天再来试一下吧 他们这个水果都非常便宜 比那个市场要便宜多了 也一定会有卖菜票的 不管到哪里都会有卖菜票的 OK,买完了 豆浆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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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地好,我们昨天也是来的 看着这一家 看下里面啊 神秘非常好,爱给我 我点的是一个炒粉 这个好像是我的 锅里好像是我的 拿来给我们倒个水 然后你看下他们的调料 这个好像是花生 花生碎 辣椒 鱼露 还有青菜 那边是豆芽 这个应该是罗勒吧 这是罗勒 每期再给老板说我们点的菜 嗯,老板 今天可能要下暴雨了 看这个云 好大一坨啊 没有意思啊 这到底是法拉利还是野马 拿近一点 这是我点的炒粉 环境很简陋 环境很简陋 但是生意特别好 500柱啊 今天要过来准备晚餐了 我说的是拿500柱出来 有人会挂多少自己知道我 哦,好,OK 我今天跟小子要准备晚餐了 现在就是菜市场 要准备买菜了 三个 然后三个 然后我们今天做个红烧鸡块 买两个买三个鸡腿 可以炒个酸辣土豆丝吗 可以 土豆丝 他们泰国人不怎么喜欢吃那个土豆丝 所以这里很少也卖土豆 然后他 哎呀,别包掉了 然后买了个大白菜 大白菜,酸辣大白菜是吧 可以 然后再找一个那个土豆丝 OK了 够了 四个菜了 然后买了几点青菜 居然跟肉一个加 这个是120柱 我天哪 三个土豆 一个大白菜 然后 那个杭椒 几根杭椒 120柱 我们买到有才125柱 哇 喂 大菜 红烧鸡块 还有这个土豆丝 把它 稍微扒一下 这个土豆上面估计还没熟 没事 好久没吃中国菜了 简直太棒了 也可以撒点葱花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 全部是中国菜 晚上一般我们都会在自己家里做饭 然后吃完饭也没有什么夜生活吧 最多去游个泳 跑跑步 打打羽毛球 就这些 没有其他的 差不多 九十点钟就会睡觉了 走到路上 简单是乌龟 这是要发财的节奏 今天今天的彩蛋 今天的vlog彩蛋 活的 我们不吃 我们是肯定把它养起来的 肯定不会吃的 今天一天的生活就这个样子